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大家好 我是George 今天會為大家做雞翼 我這次做一個叫做蜜糖柚子雞翼 首先將雞翼炸後 上面加上柚子汁 吃下去的味道酸酸甜甜 感覺挺開胃 這次做法很簡單 嘗試怎樣做呢?現在開始吧 首先我們會先處理雞翼 這次會用這隻是無激素的雞翼 在超市買的 很大包的無激素 現在先清潔 之前那晚已經放在下格上溶雪 但還未溶完 現在先用水浸浸 把雞翼洗乾淨 然後才開始處理 我們現在準備雞翼醃料 這次大約會醃20隻 準備1茶匙鹽 1茶匙糖 胡椒粉 我們會放少許酒 在雞翼裏 2湯匙米酒 這是日本的米酒 另外1湯匙蠔油 1湯匙蠔油 約1湯匙蠔油 還有豉油 1湯匙蠔油 1湯匙蠔油 生抽 然後再加1湯匙麻油 麻油 拌勻 待會兒雞翼融雪 我用醃料醃 先放在一旁 現在雞翼已經融雪了 不過它表面還是很濕 所以要用紙 然後先把它印乾 我們印乾時才把醃 先把它印乾水 如果不抹乾水 待會醃完雞翼之後 會有很大碟的水 這樣就差不多了 表面已經抹乾了 我們可以拿回剛才的醃料出來 這是剛才的醃料 然後把雞翼放進去 放進去之後就把它拌勻 用手來拌勻 可以 盡量把每隻雞翼 可以沾滿全部調味料 現在差不多了 我們會放在這裡大概20分鐘 接著就可以用來煮 我們現在準備醬料 接著準備醬汁 準備蜜糖 約2湯匙蜜糖 1湯匙 2湯匙 這個是柚子蜜 很甜的 這個也是1湯匙 這麼多 加進去 拌勻 另外 我們會加一點鹹味 醬油 攪拌勻 然後 加一點水 不用太多了 拌勻 拌勻 拌勻之後 放在一邊 最後會打蜆 現在雞翼醃好了 接著會加入生粉拌勻 生粉要多加一點 約3-4湯匙 接著拌勻 不會加太厚 表面不想太多粉 表面濕濕的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會拿去炸 炸的時候 也會炸得很香脆的 現在可以了 接著可以拿去炸 接著我們今次會用一個鍋 來炸 可以準備一個不鏽鋼的鍋 或者平時用鐵鍋 然後 加些油 要加多一點 因為它是炸的 油 用完之後 可以隔開 用幾次 這樣 燒得多熱 燒的時候 你會感覺到 表面有少少少煙 現在看它 看到嗎 其實它差不多滾 看到有少少泡 我們等多一分鐘 接著就可以開始炸了 對 慢慢放進去 放進去 不要動它 讓它自己慢慢炸 慢慢收乾 它就可以拿得起 就不會黏住了 我們等它煮一會兒 現在大概會炸兩至三分鐘 炸完這邊 可以反轉一邊繼續炸 這個方法可以少加些油 不用加到整鍋都是油 一直保持著中大火 看到嗎 開始變色了 差不多就可以了 可以翻一翻 有時候 有些朋友 煮雞翼的時候 就會加一些老抽 其實 大家記住 醃雞翼的時候 要加生抽 不要加老抽 如果雞翼拿去炸的話 加了老抽的話 那些深色豉油 那些雞翼會很快會很焦 現在炸這麼久 都是表面金黃色的 看看 這樣拿起來不會黏的 哇 炸好了 金黃色的 接著我們先放上碟 然後我們拌回醬汁 就可以搞定了 把醬汁 把醬汁都放在裡 先拌一拌 然後直接拿去煮 那我們會用最小火就可以了 慢慢把它煮熱 慢慢把它煮熱 現在看到起泡 那就是煮滾了 等我煮到 收回醬汁的時候 然後可以把雞翼一起煮 好 看到它的醬汁差不多了 好 然後把雞翼倒入 放進去 這樣快炒十多秒 好 搞定 接著最後可以在上面 放一點柚子皮 裝飾 OK 搞定 嘩 多好吃 這個雞翼很棒 大家記得煮這個雞翼 其實有一點秘訣 最後醬汁煮完之後 雞翼放進去 快炒大概二十秒左右 拿上來 否則雞翼的表面 就會不夠脆 今天跟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喜歡我今天的食譜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到我全部影片的訊息 好 那我先吃東西了 拜拜 拜拜